所以我們來看國防部公布 中國臣粉各社會撤火子 不及我們臺灣的西南空氣 關島是在台氣戰衣上 不過這次國防部並沒有說 這對臺灣不危害 他們去外國的猜疑 面對中國的威脅 美國、日本跟南韓 國安首長三邊飛燈 也有一次強調會以後台海的穩定 如果我們跟這個月 也要在北中南 實施對海的射擊訓練 中國臣粉各社會 當中文在黑市在維持環社會面 我們共同保障 發行露警 經臺灣西南空氣上空 關島的跌跌到外面 其實這已經是中國七天來 第五百次平相關的任務 這次進行發行露警 都對印度人方向 對臺灣地區不危害 一次不說對台無害 他們去注意 中國不放棄對臺灣無力強迫 美利漢國安首長三峰會談中 也在說繼續為後台海穩定 這是真正的關於這個 連結架連結架 建立一個更自由 更開放 更豐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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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繼續 去站立一個更豐盡 的地區 我們會更加重 在臺灣地區 我們會更加重 我們會更加重 在臺灣地區 和北京的海峡 我們會更加重 我們會更加重 在整個制度 並沒有改變 近前的電話訪問 澳門律師會主席米歇爾 競到鄧民鄉中各國主席 習近平關心台海政勢 因為共工委員 各國一直在轉台 最處較好頂流的紅色海報營運 結果下旬六軍跟海軍陸戰隊 也在通風管營海資浴場 台中台下海包括 豪鐵巴東和台南 火車山寶時輕鬆去對海射擊 沒看到很慘的旅觀 有了休閒地区進行時動的訓練 就是對現地的地形地物的變化 進行火力的配置與調教 在以往就是可能的潛在威脅區域 讓國軍的訓練發揮更大的效果 這次國軍這個軍工法壓制社區的訓練 第二次的燕魂瓦關台六十一山 能連結通風紀念台中港 還有台南空軍紀念 為主交通要道 燕魂重點要包含 必然在人大出紀念 間口進行大規模的營流 比這更多軍方中央基礎實施的安全 記者總會報道